大巨蛋將要在十八號迎來首場 萬人測試賽 一萬三千張的門票 今天中午十二點開放鎖票 一分鐘內秒殺 隨即也出現了大量的黃牛票 高價轉售的情況 而臺北市長蔣萬安嚴正譴責 下令要追查研辦 為了要替大巨蛋的市營運做好準備 消防局今天下午也進行了 火災搶救演練 對於議員質疑 發生嚴重火災的時候 恐怕無水可救的狀況 消防局也澄清 水源足夠也不會中斷 鳴笛聲響起 多輛消防車救護車緊急出動 因為大巨蛋開始冒出陣陣白煙 消防人員全副武裝登上雲梯車 朝著大巨蛋多方向 不斷灑水灌揍 那一頭陸續救出受困人員 而大巨蛋員工 則組成自衛消防編組 引導民眾安全疏散 其實這大巨蛋在啟動試營運前 北市消防局進行的火災搶救演練 不過書面計畫內容 被市議員林嚴峰發現提到 如果大巨蛋發生火災 達場管面積的百分之二十五 水源流量恐不足 只一發生嚴重火災時 會不會無水可救 還有量體大 人員疏散較為不易 館內路徑複雜 消防員易迷失等 潛在狀況 消防局陳青會依據現場燃燒情形 加派消防車或是從大巨蛋蓄水池 臨近消防栓來應應 強調水源不會中斷 而大巨蛋將在十八號迎來首場萬人測試賽 十號中午十二點開放免費鎖票一萬三千張 但不到一分鐘就被搶光 網路上更隨即出現大量黃牛票轉售 甚至傳出寒假兩張票五千元 要求警察局一定是即刻追查 依法研辦 嚴正譴責這些不肖的人士 利用這個機會 然後來進行這樣子 販售黃牛票的惡劣行徑 講完嚴正譴責有人都售黃牛票 下令追查研辦 體育局則表示 高價轉售門票 將涉嫌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 可處三日以下居留 獲薪臺幣一萬八千元以下罰還 北市警局已成立網搜小組 積極查契 解釋的是謝正林 聰副財 台北報導 Gottes抵戶 神 floral 財政策